二三四层是这样一个办公住房 然后据我们了解 二三四层在此前 是办公住房暂时是空置的 然后没有人在里面 而一楼的这一个商铺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是有两名店员在里面营业 那么房屋倒塌的时候 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向前倾倒的 那么那两名店员 是从这个一楼被压的这个后侧 并且容易受到惊吓 吸入了一定的粉尘 然后造成一些身体的不适 目前是已经送往了这个医院进行救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档 这档公安部正在进行这样一些 残渣的一些清理 那么在我们直播开始前 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 由于不确定里面 是否还有这些人员被控 生病探测也进行探测 那么经过了这个半个小时探测 目前是没有探测到里面 有这个被压人员 因此现在开始是进行一个 这个房屋的破拆跟清理的 这样一个工作 为了保障这个工作的这个进行 在这个富央四星路的这街道的两边呢 已经是采取了这个交通的管制 那么此前我们所在这位置 有很多市民 包括媒体所围在这里 那么也是对这个 就任工作之后啊 当地也是组织这个人力 把这临近的几段房屋里面 的一个商户呢 目前的里面 已经是人员全部转移走了 那么主持人 那么目前呢 所有的工作人员 是把这些围观的一些群众 以及媒体呢 呃 退后到了这个 15米的警戒范围 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我身边的原本像这两个 第二条路上点 但是这个店员